Hello,大家好,我是Rachel老師 今天就要介紹一下 尼龍線樹琴和羊腸線樹琴有什麼分別 我有時出去街頭表演的時候 我會帶我一個小的尼龍線樹琴出街 而我在家教學生或者有時我自己練習用的時候 都是會用羊腸線的樹琴 我以前學大的Pedal Heart都是會用羊腸線來上演的 為什麼我外出出街會帶一個尼龍線的小樹琴呢? 首先通常給小朋友、初學者來說 尼龍線的好處就是它不容易斷線 因為羊腸線樹琴的濕度 其實是需要保持在40-60%的濕度 它才不會那麼容易斷線的 如果有彈開用羊腸線樹琴的朋友都知道 香港的天氣比較潮濕 尤其是春天或者夏天轉季的濕度一不同 很容易它會突然間一夜之間就會斷了幾條線 樹琴的線都不便宜 可能是百多元至幾十元不等的價錢 這樣轉一條也很容易斷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堅持用羊腸線樹琴去練習呢? 因為它的拉力不同 而至到我們手指彈下去練習的力度都不同 就好像彈鋼琴和電子琴的分別 彈鋼琴你控制大小聲的時候 你需要用力點按下去 Piano你可以手感輕一點 樹琴也一樣的 你老師控制大小聲的拉力 都是靠我手指的感覺去控制 而它的聲音都會比較圓滑 所以最美的樹琴也會用羊腸線上它的弦 而來龍線的好處就是 譬如我給小朋友學琴 可能初初學的時候 家長和小朋友都還沒有很熟悉 如何去換線 如何調整琴 因為樹琴是一件弦樂器 要知道這件弦樂器是一件容易走音的樂器 所以其實我們每次練習或者試用之前 都應該調整一次琴的聲音才去用 那尼龍線給小朋友的好處就是 很容易去調整琴 沒有那麼容易斷線 還有我帶你出去也沒有那麼容易 突然斷了一條線要馬上 剛剛上完的線都很容易走音的 那尼龍線的好處就是 但是它的弦線會穩定一點 但是它的聲音就沒有羊腸線那麼好聽 我們又可以聽一下尼龍線的聲音 那所以大家選擇樹琴 譬如初學者的時候 你除了可以選擇它的價錢 第四之外你可以考慮樹琴用尼龍線 還是羊腸線會適合自己多一點呢 我今天講到這裡 再見 拜拜